针对中非南海冲突升温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今天扬言 非方对仁爱暗杀人道主义运捕的船队里 却搭载着大量的媒体记者 发了很多假消息 中方不会对非方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姿势坐视不管 中国国防部28日下午举行12月份例行记者会 吴谦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做上述表示 针对菲律宾官员指控 中国海警在仁爱暗杀海域多次使用水炮袭击菲律宾船只 并予以冲撞 并使用远程声波和军用级雷射攻击飞波船员 吴谦宣称有关言论纯属不实炒作 他声称非方不顾 中方一再劝阻执意派船闯入中国仁爱礁临近海域 还以挑衅性方式冲撞中国海警船并导致刮蹭 这种行径非常危险也极不专业 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管制 完全合理合法 吴谦指控非方号称人道主义运补 但运补船队里却搭载着大量媒体记者 发了很多假消息 这哪是什么人道主义运补 这完全是碰瓷是作秀 至于使用声波和雷射武器完全是无中生有 中方既没有意图也没有必要使用类似的装置 他最后扬言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协商解决分歧 共同维护海上稳定 但也不会对非方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姿势坐视不管 我们下期再见